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 各位食堂的支持者们 大家好 我是潘璐 就是在我今天为什么要加播这集直播 说好不做直播的 但是确实这个新闻啊 令我非常的坐立不安 这事情都是发生在我在休息的过程中 因为我是昨天是11点钟睡觉 早上7点半起来 我在手机打开之后 就是在我的会员群中说了两个消息 这两个消息是完全相对的 第一个消息呢 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非常真诚的支持者 内东辉先生 东哥也上过咱们的节目 他给我发来了好消息 就是在脸书上跟我单线联系的一位牧师 他到了苏州 由于 不行 我不能用这张图 我得换一下 不好意思 我要处理掉 由于他是到了苏州 并且呢 要请我介绍苏州的家庭教会牧师 所以呢 我要把这个处理掉 还有他孩子的这个头像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是到了苏州 上周我们到了苏州 哈利路亚 正平中国的新年 后面是这个苏州工业园区的地标 东方之门 还有一家企鹅肉绒 好像这位牧师也是有华人太太 华人太太 但是他太太也是基督徒 也是支持他回中国传教的 哈利路亚 他有好的帮手 贤内祖 他们还有一个孩子 这孩子你也要挡住 所以这段内容呢 是瑞东辉发给我的 他其实是昨天发给我 但我没打开 他又把这个发给我 我呢 要履行我的诺言 我要给他介绍苏州当地的家庭教会 来联络接待 人家出道贵国传道 我不知道他去东方之门是不是要坐地铁 如果坐地铁的话 他可能会跟地铁里面 那些穿汉服的现代版的义和团会相遇 因为确实这个消息看得我非常的惊讶 我们来看这个背景 2月3日苏州轨道交通发文 为弘扬中国传统化 这里面他有一个设定的一个前提是 祖宗留下来的都是怎么样 都是好的 祖宗留下来的都是对的 祖宗留下来的我们都要去弘扬 这里面他是有祖宗崇拜的情节在里面的 还有一种是祖宗对真理是有垄断权的 就是贵国人是完全的经验主义 不需要去发明 祖宗都发明了 你祖宗厉害了 对吧 对吧 能明明贡献大了 全是你祖宗发明的 至于近代的维时润 说西方的任何的器物的东西 工业化的东西都是中国人早就发明了 火车也是 地铁也是 我真的蛮佩服的 一赢到这种程度的族群也就这个族群 没有其他的族群 所以这个我们讲完 2月9日至17日 这个是除夕到正月15 对吧 正月18 17是正月 对 正月18 穿着汉服或少数民族服饰的乘客 经工作人员确认后可免费乘车 这里面就有个什么问题呢 我直接说啊 这个认定的问题需要工作人员活颜精进 人家也不是民俗家 也不是民族服装的研究者 你当工作人员 而且这个很多啊 你地铁口那么多 对吧 所以你这个标准怎么制定 这是个大问题 可能会吵起来 是吧 另外一个 这个衣服为什么会被淘汰 并不是说 它不好看 它怎么样 而是它不方便 它就是那些古代文人默客 青楼的女子 装13用的 它到现在社会来 穿是穿不了的 对吧 你不能大老爷们 大小姐穿个开裆裤 当街排线 那不行 那不是人 是吧 至于汉服是开裆裤 这个我不想再认真了 这个是网上有很多 你自己去看 但是它正在做的一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我看很多朋友没讲出来 说是这些人为了占便宜 去坐地铁 来穿上令人非常惊悚的一些 这个衣服 我们现在今天穿的衣服全是西服 这个西服不是包括我这个外面这件 西装领带衬衫 我们所有的内衣都是西服 还有我们的袜子都是西服 我这样说大家应该可以明白 是吧 我们穿的都是西方过来的 连服饰这些完全形而下的 也是西方过来的 贵国对历史 人类历史的贡献只有一刻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 公元一百九十年 东汉的太监蔡文 发明应该是改进紫江子 这个是对人类文明唯一 尤其唯一的贡献 其他的 不好意思那是您 再其他的就是副作用 副作用 我们要有一首领有贡献 蔡文的紫江子是有贡献的 751年达罗斯战役失败之后 这些军地里面的赵子工匠 就被俘虏到拉拉伯 紫江子开始传遍纠纳路 一直到西班牙人登陆了美洲大陆 都没有在美洲发现赵子的公寓 虽然我们要知道被地理隔绝 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你完全没有办法想到 印第安人会骑马 会拿着后膛枪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永远不可能看到马 也不可能发明后膛枪这种高级的化学武器 后膛枪是化学武器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一系列的操作 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字 台湾 再说两三个字 礼合团 这是我们的一个主题 我不知道我们这位牧师 在地铁里碰到这些穿汉服的怪物 他会怎么想 他会想 他们会不会扑过来 把我咬死 把我吃掉 比如这位 我们看过很多这种僵尸那篇 地铁僵尸 地铁精魂 这也是好莱坞的一个主题 但是我下面这段图片 亲切地告诉大家 地铁精魂 地铁僵尸 在贵国正在轰轰烈烈烈的商业 不是苏州一地 是全国各地 很多都在有这种文化品牌活动 我下面都是各国城市 说错了 各地城市的地铁僵尸的表演 这是山东 经济排行老大的青老 青老的地铁的僵尸 我们看到他们还戴着口罩 因为没有办法用 真容见人 这是 林波的地铁 这姑娘还很年轻了 说19岁的柳莹 她特别喜欢穿汉服 但是我说的这个服装 她穿的已经不是 汉朝的服装 她这个是明朝的耳裙 跟朝鲜的那个 这个 记得比较高的那个耳裙 是同样的知识 这些都是 明治以后 从日本再返传回来的 现在的汉服 已经是和服的返传了 你真正的汉服 你想不到有多肉 你想不到有多肉 其实我们今天穿的 即便是在宋元明的汉服 也是胡服 我这样讲 大家可能又生气了 难道你祖先不厉害吗 对不厉害 你祖先就穿开裆裤的角色 你祖先有多厉害 你祖先是 真的很low的东西 而且被恐秋 山羊 租公罩的人 按在分坑里面 按在划分子里面 按了几千年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进步 因为你是动不了的 动不了的 为什么 你在服饰上改变一下 袖子改一下短 裤子改一下短 你都不行 你都要死人 因为贵国是一个礼教之处 你服衣服它代表的是身份等级 你能动吗 所以那些受汉服好看的人 脑子有问题 你今天穿的全是贵族的服装 你知道吧 你在古代你是不准穿的 你只能穿黑衣 只能穿轻衣 卢彩的衣服 你这叫老子坏药了 当卢彩当得很舒服 但是老子坏药了 家国同购 这个呢 是我大筑马店首都 首府省府 郑州地铁的僵司 这个是我巴主尼亚首府 成都地铁的僵司 这是一套一系列的文化系统的恢复 它恢复的不是高大上 它恢复的是主上阔国 主上流叉 实际上这些穿汉服的人 他的内心中 都是鲁迅笔下的一个经典的形象 大家想想的是什么 咱们有观众来互动一下 谁 最典型的就是 被抽耳光的那个 谁 都知道是谁是吧 阿Q 主上阔国 主上阔国 你是穿不了这个正规的贵族的韩服的 那不是你能穿的 大部分普通人穿的黑衣 青衣啊 你是卢彩啊 包衣卢彩啊 你他妈也姓赵吗 稍微 我必须抽自己来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平静 谦卑 不能抱粗口 稍微 当面丑 这个是我说的是苏州 青岛 邻波 郑州 成都 下面一个城市更重要 这个城市是汉服 汉的发源地 大家想想是哪里 当年西汉建都市在哪里 长安西安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啊 长安地铁里的汉服穿夜袖 我看到这个图片 我看到他们进地铁 一帮穿着汉服的 带着口罩的傻叉 老子恨 我恨不得抄起包里面的散弹枪 然后塞满散弹 拿个枪吐住他们 散弹把他们打成碎片 我心里才解恨 我真的想做T&D 我跟你说 我真的恨死了 我看到那个我气了 我今天中午都不要喝茶了 我的火帽散弹 我跟你说 怎么这么傻的族群啊 但是真正的比起来 我觉得大家看到下面 我愣了半天 我才发现这是摩都的地铁 因为后面写的西藏百入 这个是上海地铁八号线 人民广场 我看到了 因为我坐过 我愣了半天 这个人是他妈的人 又得冲 这说一米八的男子 穿上汉服玩着手机 他穿的是蟒袍 注意啊 四个爪子是蟒袍 这是在明朝是属于内阁大学 是属于二瓶以上的人常常穿的 不是五个手指 五个手指是龙袍 唯独皇帝可以穿 宗室都不可以穿 所以这人是不是老子坏掉了 摩都他上演的就是 魔幻剧啊 魔幻剧 那么当然对于那个 昏睡百年万里长城永不倒的 发源地 香港汉服也在恢复 那我们有 有徒有真相 汉服香港 其实他应该是征服香港 中国文化完全征服香港 香港完全人权 把大英帝国一百五十万元的殖民红利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之内全部倒回去 这也印证了本人的一个不成熟的学术观点 请大家批评指责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贵国历史的轨迹是什么 四个字 进一退 我打一下 我打一下 中国的历史的轨迹是进一退了 我是做一些业余的历史研究 我从来没有读过大学的历史系 我只是自己去研究 也没有做过什么学校的 我只在苏州中原上过历史选修课 是地理史纲这些东西 我请国内的那些历史教授 那些大咖 到直播室里来 我跟你变成 你要告诉我 你国历史好在哪里 有在哪里 我们让观众来说 好在哪里 我们让观众来评价 这个我还没说完呢 是吧 如果真的要说 为什么现在有这套地铁热 复古热 其实各位老子 你肯定要散出四个字 伟大复兴 他的这套熟套剧行 他的话语结构还是 阻伤阔过 他还是败阻 再过四天是 汤罗旺农历新年 我这里一定要加上汤罗旺 我是要告诉那些 祖上阔阔的人 你们的新年 你们的传统节日 是我大神罗传教士 汤罗旺在十七世纪 给你国编的 他不是你国劳动人民的 智慧结构 你的国劳动人民 啥都智慧不出来 你的劳动人民就是 轻衣卢才 就是跟在罗奔后面的 皇帝的太监宫旅 你国的伟大复兴就是这个 安徒生在200年前 就犀利的指出 你国的皇帝没穿衣服 当然各位没发现 所以我个人告诉各位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 这么混乱的局面 以至于我的传教士朋友 在苏州地铁人看到 义和团僵尸 这是大帝一手造成的 是吗 也有贵国人的文化情节 这是家国同购再加上政策指导下 完成了一个 现代版的义和团的 僵尸复活运动 而且马上就要成功了 他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 是对文明的态度 以及排外的性质上 包括对基督教的压迫 我这点大家应该也承认吧 对吧 我们看看这个 比如对圣诞节的抵制 圣诞节滚出中国 中国要过摩诞节 在圣诞的后一天 我们的神很讽刺 把这个救世基督 跟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隔了一天 如果是同一天 还不好用的 对吧 如果是当年的 那个毛文士 他顺惨的话 他不会熬这么一夜 12月25号 把我们的泽东大王生出来 那就壮脸了 是吧 既是圣诞节又是摩诞节 那不要打起来吧 对吧 有意思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 你在地铁里看到的 不是鲜活的生命 你看到是一句一句 包在汉服下面的灵魂 已经死亡的僵尸 我说一遍 再向大家汇报一遍 包在这一幅 燕丽汉服下面的灵魂 已经死亡的僵尸 我这话讲的有点重 但是事实是这样 事实是这样 这里面的核心是免费 免费 无力不齐装 你想占共产党的便宜 你小心小肝 不想要了 我在苏州跟苏州国宝 打过多少年交道 你能占到他们的便宜 共产党人让人占到便宜 我昨天做的一集是 蓬佩奥说 贵党比纳粹还邪恶 我论证的非常的有意思 那集非常有劝 你看一看 你说不好 你过来杀我那样好吧 我说的是 驻马店原则 大战得意志的意志 得意志的意志是 李芬斯塔 1933年 纳粹党全国大百大会 在柳人堡召开 拍摄一部著名的黑白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是 纪录片史上的一个模板 很多人去学 那我现在问问各位 我问问各位是什么 你国大驻马店原则 驻马店主义 它可是 无孔不入排外的东西 我们别以为 它简单的就是 穿汉服坐地铁的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很多人没发现 矛盾的地方 义和团跟地铁是 隔不入的 义和团跟地铁是不人兼容的 对吧 所以我说的是 2024年义和团和传教士 在苏州地铁的奇妙邂逅 我都不知道是猴年马月 何年京西何年 又穿越到124年前 那个梗子事变 义和团当街沙传教士的那种 训闹的历史 我的心情无比复杂 因为义和团是排外的 是反对一切文明事物的东西 义和团主义 为什么会重新启动 义和团应该先翻地铁 你们根本就配不上地铁 地铁是英国人在150年前发明的 你们用地铁干什么 我问你们 你们用地铁干什么 对吧 贵兰为了促进传统文化的复兴 应该出更加激励的政策 比如建议 罗奔免费乘地铁一年 没准小僵尸也给生出来了 对吧 是吧 你干嘛要穿个汉服 留个开裆裤呢 对吧 罗奔不更好吗 对吧 是吧 那么我们要问 其中的内在的逻辑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去怪大地 大地确实是这样 但是由于共产意识形态的 死光光啊 见光死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 对吧 所以不认识习大地还是什么大地 他必然要复古 这是复古主义者必然的选择 我在讲历史研究中 也跟大家认证过了 这个如果你要研究这个东西 我推荐大家看一看唐英米的历史研究 他里面讲了 为什么大一统崩溃之后会有复古主义出现 人家是名家 唐英米是名家 这本书不好看 历史研究这本书不好看 要求非常高 所以我在这里要说的是 大地他现在是完全的一个复古主义者 他不是共产主义者 不是砸烂旧世界 搞世界革命的 他搞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的合法性 马上就要从经济增长变成伟大复兴 变成霸权主义 尽管他没有能力霸权 但是这个是饮阵止渴 是保住地位的唯一的方法 现在已经没有极左极右的说法了 大地的思路是 咱们要回到公元前 既然回到公元前 你要地铁干嘛 你坐流车就行了 你要坐专机干什么呢 对吧 这一国人的老子还在公元前 只是身体到了二十一十字 请容许我这样说 能各位人理解了 包括那些大V 他们的老子也在公元前 我举个例子 经常说我 怎么样呢 那位公子沈 他是贵党的人 他说他反共 他反怎么共 人家是凤凰网 是舔共的 反共请回有共的地方 反 沈公子 他有一句名言 说粉红是中国人的出厂设定 你也太柔了 粉红是中国人的出厂设定 粉红啊 义和团 为什么 粉红 小粉红是习大帝的义和团 红卫兵是毛泽东的义和团 对吧 神机营是大清的义和团 那我说错了吗 对吧 任何时代 任何朝代的中国人是打了机器的义和团 你公子是跑到加拿大的义和团 我说错了吗 你别看你什么五十六六十万大V 你到我这平台上来跟我直播来 我让你 不要说两分钟了 一分钟我让你脱裤子 我可以这么说 你那水平能摆得住的 我不是那个张皇 这小子专门剽窃我的思想 还有那个什么叫流量为王的那些大V们 上百万的是吧 江峰文昭是吧 那能看吗 那些东西 他们就是义和团 他们葫芦卖什么药吗 对吧 因此今天在群里有的朋友说 潘老师你要怎么来精灵一点 怎么来回避油管审核 对不起 我是不会让步的 因为我这个我存在的价值就是价值观的更新 我就为各位提供新的观点 提供新的价值观 如果流量为王的时代需要我妥协 那我就是去你妈的 因为我是一个不妥协的人 油管我去你妈的 你不要在我每个直播都黄标 老子警告你 我告 我就出了一个招生广告 招同工的广告 你他妈也给我黄标 你太过分了 我告 每一个直播都黄标 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问题是 这个人当年在苏州考察的时候 讲了十句著名的话 我们来回复一下 这个是为什么现在 苏州也好 其他地方也好 兴起僵尸热的一个原因 我们回复一下 复一下盘 十二话 我们都在当时的报道中听了 这个是在尼苏州中学 斜对面 仅仅三四十米的昌浪亭广场 国庙广场 当年我在那边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被直接拖到京门院去了 是吧 一说中国话 二吃中国食 三穿中国衣 四用中国货 五用中国油 在中国油 六过中国节 七够中国物 八有中国老 九安中国行 十想中国事 十一守中国礼 守中国礼 大监狱 十二座中国人 如果你真的听了他这个屁话 那你会怎么样呢 就是你会活在这个之中 你一个都跑不掉 为什么要兴起这个 伟大不掉的千古一帝 这个又是一个 女士部长的一个 圣君幻想症 是一个精神病 这种病 不好治 因此呢 我在推出了我的 这个 十级的走向地质 跟走出地质系 为什么习近平 去搞个人崇拜 包括整个共产党体制 从反个人崇拜 到支持个人崇拜 这里面是有他的 传统的儒家文化 作祟的一个心理动机的 他要实现的是 情欢暗物 他要实现的是 华裔之变 他要实现的是 草共体系 这是中国人的 精神内在的 需求 看到大地去霸凌世界 他心里怎么样 舒服 满足 enjoy 各位能理解吗 尽管他在街上摆个地摊 送万卖 被城管打 被物业打 但他内心中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有一个威震八方的大地 他内心中有多么的满足 是吧 去有多么的舒服 comfortable 对吧 你要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给贵国支招了 给那些 活得非常逼缺的 粉红们 太监们 异和团们 支招 这里面 我讲的一个是三个方面的一个问题 从统治者到地方的政府 地方的官员 再到穿这些汉服 上街显摆的 异和兰僵尸们 他们是如何考验 我这样说可能不对 大家来 评评理 对于统治者大地千古一地来说 他这样搞 是因为他要 当秦皇汉武 他要伟大复兴 这个是否定共产合法性 否定共产合法性 但是有什么合法性 很重要 道统合法性 历史合法性 因为我们伟大复兴 因为我们霸凌朝鲜 霸凌日本 是吧 脚踢美帝 拳打英吉利是吧 是吧 然后兄弟法兰西 是吧 西顶 德意志 威正 你要知道 你国的水平 烂到什么程度 烂到看不见西方的维根 都要去霸凌别人 但是对于那些 兴起这些汉服热的地方政府来说 比如这里的苏州政府 比如这里的苏州政府 他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采摩圣意 投其所好 万一猜对的呢 苏州市委书记不就升了吗 省委常委 苏州市委书记兼省委常委的 因为地局市嘛 苏州是贵国的经济大事 对吧 没准升中央委员的 对吧 没准升这个政治局委员的 对吧 如果猜对了呢 没准 幼女搞得多 也跟蔡奇一样 政治局常委的 位极人臣 对吧 你知道贵国人 位极人臣为帝王师 那是奴教的天花板 王沪宁到了 蔡奇到了 你们要加紧努力 所以要采摩圣意 奴教太恶心了 一边吃人血馒头 一边跪地天血 一边树正节牌坊 一边做婊子勾道 奴教是什么 我跟大家说的 中国文化的特征 就是奴教给大家来按立的 按定的 说的跟做的完全相反 你好好的品味一下 说的跟做的完全相反 奴教是专门给人格分裂 精神分裂族群 准备的安慰 我们把这句话打一下 等一下各位汇报一下 卢教人力是给精神分裂族群准备的安慰剂 镇定剂 这句要吃下去 三阳主义的刀砍上的就不疼了 就觉得很舒服了 麻醉剂嘛 对吧 割得很舒服 帮你咽血 帮DNA 为你好 你烧成灰了 为你好 因为你混在领导心中了 对吧 为你好 说两个字 什么 我用两个字下作 为什么呢 因为贵国文化的特征就是下作 我实在找不到比下作再下作的词量 因为它就是下作 我现在有更高的一个建议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你们这样做还没到位 我是给 我以前呢 在所在工作过的 我在苏中学教了 在前苏中学教了11年书 领了12年工资 然后被开除 我建议各级政府 包括西安 郑州 青岛 重庆成都 对吧 大铸马店 还有安大苏州 你们应该来增加筹码 鼓励小黄人 菜人们上街 罗奔 为什么呢 要刺激经济 只能这样 我出一个上策 既恢复经济 又弘扬传统文化 弘扬传统文化 这六个字 它是由先路为主的概念 它就一定对的 我们知道 在我这个频道是完全相反 弘扬传统文化 意味着你要注意了 鲁迅狂人日记怎么写的 我把史书翻开 这两千多年历史翻来翻去 都是满嘴的人意道德 然后仔细一看 从字封里蹦出两个字 那两个字是什么 那各位打出来 吃人啊 对吧 吃人啊 只要你听到什么媒体 跟你说 轰扬传统化 恢复博大精神 你小心了 他要吃你了 他要吃 他生成活吃你 你要注意 这是食人族的菜谱 中国传统文化 是食人族的 舌尖上的中国 是mude 是菜单 你要注意 既弘扬传统文化 又改变人口负增长 怎么做 蓝室穿汉服上街的 不穿西服者 也就是你不能穿内裤 不能穿内衣 应该都西服 西服不是外服 我刚刚说过了啊 先免市路边 这个是无力不及早 对吧 先进入事业单位编制 进入公务员编制 进入岁五余编制 让那些红三代 红二代退出去 你们去摆地摊 你们去送外卖 对吧 让这些穿汉服的 爱贵国文化的人 路边 那时候就对了 对吧 你要拿出实际行动了 不要放空头资票 我去你妈的 你不无力不及早吗 对吧 再免费配种 还能开张库 对吧 看到谁就合适 就用 免费生三胎 免费使用三具情安 独来分 把你国后代都吃成大头娃娃 跟习大大一样大 贵国伟大复兴 指日可待 超音感美 指日可待 霸凌全球 指日可待 只要有汉服 啥都能搞定 那不就这个逻辑吗 你说他这国的人 傻不傻 居然真的有年轻人 穿着汉服 为了免费坐地铁 就这样去地铁里了 我真是回到 我这个 屏幕中所讲的 我贪脸脸的 我不想爆出过我 我想拿着我的散弹枪 我去 杀回输入地铁 装满子弹 我狠狠地 用枪扑渡他们 这帮傻逼 爆出口了 但是我必须爆出口 我们下面让大家来热语了 看一看大包子 在如何恢复传统文化的 我的核心就是 这套文化 这套伦理 是给那些精神病人准备 安慰 准备 注意 这段内容 看了之后 除夕一定要吃饺子 但是不要吃死胎饺子 你要知道 这国有多肉 我们先看锦衣卫 这个是龙门高铁站 我不知道在哪里 洛阳龙门 他们穿的这个呢 是明朝的锦衣卫 东厂西厂的太监服 特务服 现在贵国穿的这些服装啊 都是明朝的啊 汉服 哪有什么汉服 你行行可以吗 其实你现在穿的 明朝穿的也是胡服 你祖先穿的是开裆裤 讲了多少遍呢 你祖先是lowbie 不是博大精神 求你啊 不要说你祖他很酷 你说的是食人祖 小黄人 你真正的脱离野蛮 是因为近代传教士 为你流的血 贵国的战争 所谓西服和汉服的战争 它不是什么 简单的服装的战争 它是背后 署名现象的战争 是意识形态的战争 昨天我在推上看到一个 姊妹给我发的一个图 我把它发过来 我看我在不在啊 我好像复制 我没找到 我现在先让大家看看 习大利是如何推广 包子和中华传众美食 哈哈哈哈 这是我的茶 一样吃的少 就是茶汤 嗯 巴布菜也吃的 嗯 巴布菜也特色 这在房子吃 我今天早点吃 好啊 这是早餐 天津包子应该是 全房子的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 是 我不是 天津包子 就是 1966年 我出去串联 经过天津站 在站台上卖天津包子 小壳六壳 我就买了一壳 哎呦 我说这么好吃 你不好吃 哈哈 好 这个是 呃 造王在天津站 吃包子的故事 呃 壮年用点了啊 我下面这个呢 可能会引起大家的 非常奇特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确实觉得 非常的奇妙 呃 真的是惊喜和年 会出现这种事情 这位女士在美国西部 她应该在湾区啊 小琪 小琪女士 是我们的组内姊妹 对这些华 海外华人教会 实在太无语了 她这个无语的话 是什么呢 是 我去教会的女牧师 也是这样 下周的主日 崇拜聚会 一个月前 早早就一一叮嘱 要求大家 男士要穿糖装 女士要穿旗袍 我家的小女 又被气了一次 又为啥被气呢 对吧 教会要求穿糖装 唐人家教会 和那次英国老粉红 一样 说我们要通过 糖装起跑 表现出堂堂 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我家小女 最烦如此 鸡胃冲天的话 这位小琪呢 是湾区的一位姊妹 我们经常推友互动 但是我在后面说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一般说话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说这个叫吕牧师 先别传道了 是吧 传什么道了 先排毒嘛 你满脑子都读 你不是传道 你是放毒 你传组的道 你怎么又 贵国文化博大精神 你还传道呢 你读都没排掉 你就传 这个在华人牧师中太多了 包括唐从龙 德高望东的牧师 我推荐博大牧师 我觉得应该当代 比较 对贵国文化有警醒 并且神学也比较扎实的 明词性 这个他我是推荐的 我推荐 年轻的一代 像王一牧师 王一牧师 推荐的 当然我们都是 姓主的 都是 主内的福音同工 我并不是说推荐 谁天下第一 那是知能的这种特点 就是就他们的神学 还是比较扎实 我是推荐 所以你这个要传什么道 你不要传道了 是吧 不要传道了 后面呢就有这个 魏道士来跟我辨认 什么什么 你们基督教怎么样 怎么样 是吧 我们都要道教什么 博大精神又来了 反正那套逻辑 我不想跟他们辨认 因为我不要每年都 花这么多精力 谈这些 没有结果的扯淡的问题 你要跟我辩理 到我直播室来 我来 你来教我好好做 人就行了 对吧 没有那么要说的 我说的 这不是穿衣服的问题 各位请来 要一定 好好地细读 我的这句汇报 你看一看 这不是穿汉服 穿西服的问题 而是这个教会的 华人牧师 他要捍卫的东西 是什么 他穿汉服 让教会的信众们 表现出爱国 爱传统化的这种面貌 这种精神 他目的是什么 他是一个属灵的战争 他捍卫的是贵国文化 和价值观念 我当时在推上就这样写 因为我跟这个人 应该是一个道家的 我们看到他这个太极 三尊会主任 张志泰 不过圣经确实没规定 你不能穿中国衣服 是吧 所以我在这里 变得我就说 他不是穿衣服的问题 他是什么 牧师作为传道人 不能捍卫 贵国文化跟价值观 你不能捍卫 贵国文化跟价值观 你要传 基督天上的福音 那是绝对真理 那是掀翻离 孔秋商鞅 周公周礼 这个划分词 那个天井盖 硬井盖 筑马店盖的唯一的途径 没有其他办法 没有尽道 没有尽道 这是唯一尽 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方案 这是一个本帖认的问题 我话可能讲了有点重 我一定有点激动 甚至我激动到 我想抄起家伙去地铁里 秃秃这帮僵尸 我跟你说 抽死他们 老子坏掉 我们来看看第二段 青骨一地是如何的一个 推广传统美食的 你吃完 你看完就不要过年了 我跟你说 凡是 2月9号 向本人 潘迪兄 潘安老师 问候的 我都说 除夕快的 凡是2月10号 问春节快的 我拉黑你 我说到做到 不管你给我 多赞赌多少 十亿都不行 我还是拉黑你 谁跟我说春节快的 我拉黑你 农利新年 或者说汤式农利新年 谁跟我说春节 我操死 我们回来看完这个之后 我想大家今天我回答我的主题 我的主题是什么 西服跟汉服的斗争 它不是表面穿什么衣服的问题 是它精神世界 属明世界的决战 在远东这片土地上的决战 我呢用两张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图片 做一个比喻 这是两种十字架的战争 一个是圣君帝王的轮盘度 还有一个是主上的十字架 你选择哪一个 我们看图 这是我们今天的核心思想 西汉之争是两个十字架的战争 好 这个四五分钟的直播 我们很快就结束了 最后请允许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愿神配奖恩于 滋润这地 也愿我的同工 我们的那位可爱的美国牧师 在苏州的步道 能够成功 能让更多的 跟我一样的罪人 能够领悟主的恩典和福音 认错悔改 也求祂的国度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祂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远东成为灵 灵洗私洗的福地 我们愿意悔改 求主联名 感谢主 感谢神 好 以上祷告奉务无主 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这就是我今天向各位 汇报的这个 地铁精魂 传教士 邂逅医合团 我之所以把它放到 传统文化系列 而不是放到历史研究 或使徒方观念 是因为这个是比较重要 这张图是非常重要 西汉之真 不是表面上 穿什么衣服的之真 是两个十字架的 属灵的战争 我们需要为主摆上 跟着主上十字架 求主怜悯 求主拯救我们 以马里里 哈尼路亚 诸位各位 除夕快乐 我们下期节目见 感谢您订阅 潘若树上的节目 更感谢您订阅 本能的会言节目 在此之前 我们再回复一下 那位过去的 刘先生 他的一句话 中国人的上帝 中国人的悲剧 是没有上帝的悲剧 请让神的旨意 带领我们 谢谢大家 再见 片尾一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